這個我們原來的考慮 其實比較應該要去注意的就是 有很多老闆說企業經營者 他可能是今天就叫你 起來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 你想看看他從家裡出發 從那裡回家 然後整個家庭那天生活的安排 其實都受影響 所以說如果雇主 他是因為我們以四個小時 做一個單位 他把他的工作的量 安排四個鐘頭 我們沒有意見 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但是我們覺得不允許 他用一兩個鐘頭 然後叫我們的勞工 就一整天都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是保障他 就最少半天 或是八個鐘頭 所以反過來 我想大概雇主還不至於 會這樣子 但是原來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設計 真的很多勞工 可能會因為雇主的一個 這樣的安排 真的會受到很大的影響